今天,我在这里,就香港8月11日晚,极少数暴徒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,并导致警员烧伤一事,表明态度,对实施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。 8月11日晚,有极少数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,尖沙嘴警署,湾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,导致警员多处烧伤。 对于这种丧心病狂,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,我们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。 同时,我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。 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间力量。 两个多月来,香港警务人员克尽职守,依法履职,在止暴之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,做出的重要贡献,有目共睹。 赢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、和平、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意。 但连日来,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察,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,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。 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,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,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。 对香港人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进,必须坚决依法打击,毫不手软,毫不留情。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,果断执法,严正司法,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制依法。 大家,我也要在这里呼吁,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,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来, 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,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,止暴治乱,恢复秩序。 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,最重要,最紧迫的任务。 谢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